张化县花坛乡长顾盛敏与香带会一行人组成参访团 在8号上午来到花莲市公所拜访市长魏家贤 受到公所同仁热烈欢迎 会中双方交换一件互赠地方纪念品 气氛热烈融洽 并期待两个城市之间未来有更多交流 交换一件互相学习 张化县花坛乡乡长顾盛敏与香敏代表会主席李正雄 还有代表们一行三四人参访团 8号上午来到花莲市公所 市长魏家贤表示诚实欢迎 亲自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 并且透过影片介绍花莲的各项特色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前来旅游 亲身体验美丽的花莲 其实花莲本身 我们刚刚从影片看到 它很多观光的层面 那花莲我觉得是可以放松度假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一些基础建设的部分 很多的时候都朝这个方面去做一个思考 要怎样去把该做的业结 也够链接起来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花坛乡乡长跟主席 特别选定来花莲来做一个参访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 一样都有花质 希望都能够变成一个很友好的一个 命迹 让我们彼此之间留下很美好的记忆 花坛乡乡长顾盛明表示 花莲市与花坛乡在许多市政方面都有相互契合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意见交流 因为看到市长的一个经历还有他的背景 我完全觉得跟我有点像 整个就是说都把match在一起 不过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市长 抽空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每年来跟我们市长 跟我们花莲市做一个经验考察 然后做一个建设上的交流 是很欢迎可以来到我们花莲 刚才我们市长说的比比水灰 有点在西部来到南部 时间是很短的 尤其我们大部的交流都在南部 不然就是离岛 这边第一边花莲来到花莲 市长温嘉贤也特别准备了 花莲居民特产之一的得力豆干 作为伴手礼 祝福花坛乡参访团 在花莲能够收获满满 而花坛乡长顾盛名 也带来花坛的名产杨桃 赠送给市长 并且再次热情邀请花莲市主团 到花坛走访相约再见面 记得徐丽琴 花莲市报道